早在2020年,我塔尖暖南已经在《全球为人只须知道的三个语言》那条片里面开始过 又甚至在2021年10月风暴 这条片里面,又一再强调过 原来今年2022年,渔村的渔艇就会全部返回了 那个震撼性和冲击,比起19年前,即03年的SARS 那个震撼程度是有过之以无不及的 说实际上,这么多年通胀,你都不要奢望 那个金融价格的价格会去到以前的价格这么低 但例如说那个幅度,或者这件事的概念,那个震撼性 是可以比美03年SARS那时的 而且起码龙市这个神话都可能不在 大家有没有听过龙市这个词吗? 我们经常说,股票有什么牛市? 红市是什么牛市升? 红市是什么? 原来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词,叫做龙市 一条龙的龙,尤其是用来形容渔村的楼价 你们自己详细去Google一下吧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好像听说 是有一个这样的词,是形容渔村的艇价 OK? Anyway,在以前的那些预言里面 我已经经常都说,什么时候我们会有点眉目 开始去见真章,这个这么震撼的势力 原来我经常都说过,是这个2022的下半年 即是7月开始就会来了 但是今天这条片,我就想更加深入一点 再深入一点,给一些非常敏感的日子 大家好好记住 而第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个分水嶺 就是在太阳移入狮子座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身边狮子座的朋友 开始生日的时候 然后在今年是西历的7月23号 基本上是本港时间的凌晨4点07分 这个将会是第一个敏感点 大家看一下 各位朋友不逢回顾一下 记不记得在5月的时候 尤其是Facebook的朋友 我出过一个post 就说如果有多少个shares 好像是777 我记得是了 好像是有777个shares 我会公布今年7月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 我希望当时大家已经做好准备了 结果那个post就没有777个shares 我就没有公布这个时间 但是既然这个时间都来到了 我现在就跟大家说 就是都叫做 唉 迟到比没有到 但是其实没有迟到的 OK 但是 就是 如果我早点可以公布这个时间 大家那时候就会多些时间准备 但是 没有复充那个requirements 那就到今天才去宣布 是的 这个7月23号 会是一个很危险的引爆点来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详细地 用很多占星理论去解释一下 但是我们先又不说7月20号住 话说原来 现在整整整整年 就是一路去到 夏年2023的6月底 金牛座发生的事情 是会直接影响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里面的人 吃足吃饭 就要看一下金牛座发生些什么了 所以 金牛座的能量 的星象 会和我们的 遭遇 息息相关 直接影响这个地方的人民 命运共同体 听到这一道 如果熟书 就是有密切follow开我 塔尖暖蓝的朋友们 就会心想 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 晨早预言过 无论是在 早几日 早几日 早一个星期 安倍晋三那条片 甚至是年头 整六个月之前 讲的2022预言 Part1那里 已经讲过 哎呀 今年金牛座吃了糞 是不是 就算是身边的金牛朋友 你们都应该是 在生活上 遇到非常多的 困难和动荡 OK 所以 这些星象 当然也会 带回我们 所关心的地方 让我们先研究一下 这个地方的本命盘 NATO chart 里面的金牛座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叫一个地方的本命盘呢 即是他出生的那一刹那 也即是这个地区 是本性成立的那一刻 好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二公 阿拉伯素目指 说去的二公呢 就有一个月亮 看到一个月子 19度 那原来呢 首先 金牛座二公呢 是管一些 财性的资源 或者一些土地的资源 你想想牛在哪里奸作 在土,爬泥土 然后它会种出很多农作物 让那些农夫卖到变钱 所以金牛作乙公就是说这个能量 对于这个地方 然后它里面有个月亮 月亮就管这个本命款的四公巨蟹座 巨蟹座是说一些家庭 一些很安稳的生活 一些我们的安全感 一些物质的享受 带给我们的书态 所以当月亮 就是掌管这个四公巨蟹座的月亮 在这个乙公金牛座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能量是很共通的 因为当我们是有生活舒适 我们有很多的钱的时候 我们就会多很多的安全感 而这个的生长 其实也不多不少解释了 但凡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的人民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思维 其实呢 是经常都会很想着钱 也是因为这些很舒适的物质 这个真的叫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是会带到很多的资本主义社会 会带到很多的自信给他们 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月亮向金牛座呢 我们是叫一个 约升入旺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的人民 在这地方的人民 钱啊 还有当他们有房子在手呢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啦 或者就算不要说得那么差 很厉害 但是他们会觉得那个安全感 是很高啊 好像往自己面上贴金啦 会觉得自己是发光啊 OK 因为我有房子在手啦 但是呢 现在这个金牛运 就会去trigger到这个地方 一直到2023年的6月底啦 啊 原来一些和财富 尤其是土地财富 和安全感的东西 在这个这么长的时段里面 开始会有点动胀啦 接着我们继续看 这个金牛座里面的月亮 和整个升盘里面的其他元素 有没有一些交接呢 有没有一些沟通呢 是有的 第一 就是处理座22度的那个 那个不交点啦 月、不 两者是相差了大约120度 我们叫这个做一个三分上trying OK 因为这个不交点在处理座的22度啦 然后月亮刚刚说过 在金牛座的19度 那19度和22度都差不多是一些很近的位置啦 是不是 好了 这个月笔三分 还有这个不交点在处理座的六宫啦 嗯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story呢 原来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的DNA里面 在这个地方的骨子里 他和母亲的关系 是很朴朔迷利的 是一个极需要去尼清的关系 是仿佛他们之间是有一个 前世的恩怨 一个结 是需要去解的 OK 那当然就不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民和他母亲都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关系 但是我们讲这个地方 整个地方 他和他的母亲 所谓的母亲 整天都会有一种很不解的渊源 例如 究竟谁才是他母亲呢 他会认谁人做母亲呢 究竟是 他会认一个白发的老婆婆 作为他的 他的阿大 他的司徒婆 还是他会喜欢跟他的后底娜 认这个 呃 就是 生粮或者养粮是不是 究竟他认谁做母亲呢 还是 咦 有时候这个母亲 就是 这个后底娜 有时候有些人 就 将他的性别又搞不清的 又叫他做阿爺 那究竟这个阿爺 又是不是他妈呢 这个地方 和这个母亲的议题 是永远都有很多 无穷无尽的 狗前的 OK 另外 这个地方的人 要学会一样东西就是说 要懂得去做实务 去做实业 OK 因为 如果我们只是 太过懂得享受 资本主义 所带给我们的快乐 光明 安全感 但是如果我们是不懂得去吃苦 去贯彻 獅子山精神的话呢 有时这个宇宙 无端端来一个雷击 那时候我们才清醒呢 就太艰难了 好 另外 月亮也都和水平座的那个木星 是形成了一个九十度 我们叫四分square的上围 也都是说这个地方的DNA 的骨子里 其实有时呢 他都会有一些挺高尚的 道德情操的 他都会有一些挺理想化的追求 但是往往在这些追求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自己的财富 或者特别是土地资源 OK 究竟你是为了追求钱 还是为了追求理想呢 一些人生理想去 达成的一些梦想 你的愿景 究竟你是追求面包 还是追求爱情呢 自由呢 这些这么spiritual 这么仅仅上学的东西呢 原来在物质的需求 和理想的追求之间 是会为这个地方 带来了很多的角力的 以上种种的议题 原来早早写了 在这个地方的DNA里面 已经在这个地方的血里面 是流通运行的了 刚才我们探究月亮 是因为它是金牛座里面的客人 但是有这么巧 月亮在金牛座 是一个叫做约星或者入旺 Exalted的位置 即是这个客人来头不少 他直接是贵宾VIP 我们叫一个旺主星 好了 但是无论一个贵宾怎么贵 我们都不能够圈奔夺主 不妨去看一看 那金牛座的主人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 金牛座的主星 Ruler 是金星 它现在就是这个地方 本命盘里面的 施子座 武功二道 叫做一个游离的状态 如果以前有看我的影片 那些朋友都应该知道 什么叫做游离的了 And then 我们又去看看 那这个贵宾和主人 究竟现在是形成什么关系呢 看看这张本命盘 就没有任何颜色线 将月和金两个字连起 也就是月亮和金星 并没有构成任何 紧密上为tied aspect 只不过有这样 因为金牛座和狮子座 先天地 天然地 已经形成了一个 我们叫做四分的压力 regard 一个关系 所以 原来任何 分别落在金牛和狮子里面的星 其实它们本身 已经不太喜欢对方 但是如果这么巧 还要有一些线去形成它们 即是它们的 相位是很紧密很紧密的话 哎呀 它们就更加容易开火了 OK 好了 那究竟现在月亮 入望金牛座 和金牛座的主星 金星又去了獅子座 而月金是构成这种 天然的四分regard 那对于小子一个人 大致一个地方 会是一个什么的行为表现呢 首先 这些人或者这个地方 整个的城市的心态 他们很喜欢投机的 他们很喜欢将些东西炒炒炒卖卖卖卖卖卖 然后赚取中间的暴力 还有他们呢 是非常之物质主义 消费主义 也难怪 为什么 曾经有人用这几个字去形容这个地方 马照跑 舞照跳 最紧要你们去关心这些 星色犬马 灯虹走路的事情 那你们就去尽情娱乐 就真是去好好enjoy你们的幸福 同时 这些人 或者这些地方 整个城市的心态 会很喜欢怎么样呢 刚刚都说过 大小 老莽地揮霍 但也很容易 招致一些债台高速 一些不必要的债务 还有很多时候会因为面子的问题 而去花了一些无谓的钱 OK 还有呢 会有一些仇富的行为 或者是反过厌人穷的行为 即是真人富贵厌人贫 OK 也都会有一些贫富懸殊的问题 那当然贫富懸殊就不是说一个人去自己 就是说一个地方 OK 贫富不均的问题 也都很容易是因财招道 招来别人的妒忌 被人寄予自己的钱财 而最后呢 是出了很多的乱子的 哎呀 那也就是说 由现在开始直到2023年的6月底 这一个地方 会很容易经历以上所说的事情了 哇 哇 在继续探讨金星之前 想打拆一下 看一看冥王星 冥王在射手座八九宫交界的三道逆行 而金星是在射手座五宫的二道 一个三一个二 即是说 他们现在是相差了 在一个圆圈里面 相差了121度 基本上你可以当做一个很完美的120度 三分上位 一个非常之感密 同时也是我们叫做applying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 一个很超紧的完美三分上位 冥王在射手座八九宫交界代表什么呢 原来是代表一些很大的债务啊 财务啊 一些很大型的投资 很大的一些 money issue 特别特别是跟外国有关的东西 所以对于一个地方 它可以是说外债 外国的债务 也可以是说一些外资 他国的投资 也可以是说一些匯率的东西 那些什么联系匯率啊 什么一蓝指货币啊 或者一些国际上的货币基金的政策 好了 让我们看看白色那三只小手指 这三只小手指 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 机会小三角 在签声学来说 是由两个六分上位 六分上位 六分上位 和一个三分上位 trian去形成的 而这里这个机会小三角 都真的挺紧密的 因为我们的天王星 他现在在七度逆行 然后火星是在五度 然后冥王星在三度逆行 那七五三这三个数字 其实加上都非常紧密的 这些什么东西呢 在我刚刚说过的什么外债 外资啊 匯率啊 国际货币啊 一些国际贸易的这些事情上面 糟了 接下来一些法制 一些合约 一些承诺 一些恒之有口的制度 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累积 一些很大的改革转变 崩溃 以前一直在权者 或者答应人民的东西 可能一夜之间 就会say no 拜拜的了 不合时宜的了 会来一些天翻地覆的改变 而看回我们这里的星 天云在水平 火星在天平 永云在射手 如果要用一个中式的说法 如果有学过什么八字 中国术数的朋友 请竖起耳朵听着 再加上这三个星的角度位置 这里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异象呢 是木生火火生土的异象 而这种木生火火生土 是什么样的木 是什么样的土 原来是一些月木引钉火 钉火燒出灰准变几土的异象 即是很多过往成功的东西 无端端砰一声化为灰准 我们要知道天王星的恐怖之处 很多东西都是砰一声发生的 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是说月木引钉火 而不是格木引钉火 如果你一棵格木参天大树要烧的话 要烧多久 对不对 但现在是一些小花小草干的树枝 你无端端走去烧它 所以这里的那个急速变化之势 是可以非常之劇烈的 而冥王星 刚刚说的代表什么外债 外资 回率的那个议题 就是被烧成灰准的东西 而这个灰准的能量 会透过 我们又看回黑色的手指 会透过三分相围 因为冥王是三度逆行的 它会将这种灰准 一日之间快为烏有的能量 去传过去给金星 在狮子座二度的金星 金牛座的主星金星 然后再发生什么事呢 再又淡过去这种能量 给我们看到那条箭嘴线 写着ASC 上升族在八阳座三度的上升族 影响整个城市的identity 影响整个城市的定位 尤其是在全球的定位 这个三个黑手指 我们是叫一个超级紧密的火象大三角 因为三角都是火象星座 射手是火象 狮子和八阳都是 你看到星座的颜色都是红色 我们叫做一个grandtrain OK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首先我们看看机会 八手指那里 天火明 这里的意象就是 好像月木引丁火燒几刀出来 在一些外债外资汇率的议题上 很多过往的成功一夜之间化为灰准 落到冥王星那里 然后透过火象大三角 这种灰准的能量 这种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议题 会带过去给金牛座的主星 然后再传过去上升族 上升族是说什么呢 是说这个城市的定位 它整个nature 整个性质变了 已经不是过往我们熟悉的这个城市 它已经在这个全球上面 没有了以前那个地位 没有了以前别人熟悉它的那个性质 因为Facebook post的分享够数 所以这条片是得已在 2022年7月23日的晚上上载来YouTube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鼠 而在西洋尖声学里面 代表太阳正式步入獅子座 即是我们身边的狮子座朋友 开始生日的时候 而这个7月23日 亦都是我在这条片 so far 所有说的东西 所有累积的能量 第一个引爆点 这个时间点 其实很多我自己相熟的朋友 或者一些很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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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客人 尤其是当他们问起一些相关的问题 例如卖楼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已经是私下提过了他们 这个时间点了 为何这个7月23日 会是一个这么激烈的日子呢 记不记得我们说过 这个地方的本命盘里面 金星是在獅子座的二度 而金星是金偶座的主星 主人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太阳入了獅子座零度 然后明天星会去一度 然后后天星会去二度 即是在7月25日 开始的第一天 天上真正的太阳 我们叫一个transit 或者叫过运盘 天上真正现在这一刻的太阳 就會去到這個地方本命盤的獅子座二道 直接燒那顆本命盤獅子座二道的金星 會直接燒這個金牛座的主星主人 會直接引動以上之前所說的種種的能量 你想一下這回事是多巧啊 剛好是星期一開始第一天 因為太陽是一個終極的發光體 它會把我們在這條影片說過很多的事情曝光 不能夠再隱瞞 看完金星我們又不妨看一看月亮 提多次大家現在做一個重溫 月亮是金牛座的旺主星 亦都是剛好這個地方的本命盤裡面 金牛座裡面的貴賓 好了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天上的金牛座在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在18度我們有天王星合筆焦點 即是天王星和筆焦點 同時都是在金牛座的18度 我們要知道天王星在金牛座是一個最不舒服的位置 它在這個位置就最喜歡發癲 還有筆焦點我們說有一種放大擴散的能量 即是會將天王星的那個電ness 是去無限輻射開去的 而記不記得這個18度跟哪一個數字是很近的 就是這個地方本命盤裡面 在金牛座19度的月亮 同時原來現在天上Transit 連火星都要參與一份 它現在正在天上金牛座的12度 其實都隔得很近 都是一個空相 火星在金牛座又是一個非常之空的角度 OK 而這些東西全部又在搞串金牛座裡面這個Party 全部都合拭這個地方本命盤裡面 金牛座19度裡面的月亮 同時很巧的 無巧不成書 其實月亮也是在我們以前的古人不懂 它們沒有那麼強的科學認知 它們認為月亮也是一個發光體 日月是為二的Luminaries 現在這個地方本命盤的月亮又被東西去夾擊 其實呢 日月 即是我們說了日月 都會去參與在這幾天的一些沾聲的事務上面 這種沾聲的能量上面 日月 即是說 所有的議題 我們這條片講過 所有的議題 會不停曝光 雙重曝光 連太陽和月亮都一起去把這些東西發揚光大 真正所謂發揚光大 不能再蓋了 紙已經包不住火了 還有 又是無巧不成書 現在我都說了 天上 金牛座18度 有個不膠點 是不是 即是本身在本命盤處理了那個不膠點 現在在天上走回來這個金牛座的位置 它不是再跟這個地方本命盤的月亮 形成那個三分之上 它們不再三分 不是再相距一百二十度 它們現在是走來合實 來回這個零度 也都即是說 這個地方本身那個議題 記得我們說過月北三分的議題嗎 即是什麼那些母親情義結那些東西 這些東西 在本年度 這個七月的下旬 這些議題 會一次過 侵襲起來了